每個禮拜五的晚上七點 我們其實在另外隔壁那條路叫民族路的35號 另外一家叫好辦的一個空間 每個禮拜五晚上在那邊有哲學星球這樣的一個公共論壇的活動 那我們每個禮拜討論的主題也都不一樣 主題非常的多元 包含我們今天要討論這個主題也是 牠們是我們也曾經在哲學、財務沒問 嘗試在討論過 像這樣有關於這個司機的議題 我們希望大家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思考 我們今天會嘗試比較 可能大家想說 世紀一定是法律學者 或者是做社會運動人在討論從這邊要面 我們今天嘗試從不同的 或者一些人他的工作上可以接觸到 從他們親身的一些接觸的經驗來談這個議題 那哲午哲學興趣武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傳統 就是我們每一個人來參加我們哲午的活動的每一個人都要自我介紹 那大家不要緊張 自我介紹沒什麼好緊張 每一個人 你有十秒鐘 我們不要太長 十秒鐘的自我介紹 告訴大家 你是誰 你來自於哪裡 你在做什麼 十秒鐘很快 忍一忍就過去了 那其實 你也稍微談一下說 你大概對於今天這場議題的簡單的看法 不要太長 真的十秒鐘 一句話把它講完 你對於死刑的看法是什麼 不管你是認為死刑制度是好的或不好的 應該要處在或背處 你都可以談一下 那簡單一句話把它講完好不好 就是一句話 不要說太長 因為我們今天時間真的比較遠近 因為我們今天講者有其中一個很需要的進行要翻譯 所以可能會多花一點時間 所以我們希望說大家在自我介紹的部分就盡量簡單用力 那我先示範一下 什麼叫自我介紹 我從我自己先講 我是楊中禮 我是台中人 是台中哲學性的策劃人 那其實我也才遇到很多不同的社會律動的議題 包含今天要談這個背處時期 那其實所以 我希望說大家可以對背處時期有好好的深入的了解 然後嘗試從正面反面 什麼樣的面向都來看看它的時期 到底是在哪個經驗 那就從這裡開始 大家好 你幸好我叫阿倫 那今天是大視覺生 海中哲學生 那就是 我對史以靠老師說 我覺得現在的事情只會有些問題 但是我也不贊成說 你可以再講答一下 很多人都穩定 真正的 大家這些 就像既然一位 但是這個議題 我來的興趣就這樣 謝謝 我叫柏文 平康全世界 然後我支持PERS 謝謝 我是台語體中 高二專會 專會文 我是胡文的同學 然後我也是支持PERS 不一定要講支持或反對PERS 稍微講一些理由 我是 我跟他們兩個同胖 我也是高二 然後也太多重的 然後 其實我對於理性 就是想要再支持 不同的意見 那我可能是覺得PERS 我是一個護理師 然後我在醫院工作室面 然後很特別的回答 是因為其實我在監獄醫院 醫院上班 我在台中監獄的 陪的醫院上班 然後 我覺得這個議題 我很有興趣 因為我覺得 我工作的對象 其實都是這些 可是其實我會覺得很 怎麼說 就是像他剛才引言講的一樣 我覺得大部分 都是從法律 從思考的角度去探討 可是我其實很想要 使得從醫療的角度去探討 這樣子 謝謝 大家好 我是馬東教育大學 學生的校務一體 我對這個議題沒有興趣的 因為我認為的事情 他其實也有定居 不過我覺得 費死的話 也是 就是都可以 就是希望這個站都可以 所以大家好好討論 不管是時候 對 好 大家好 我是先會者 我是南投人 在台中地域 然後我現在 暫時 對 好 我也要來考慮 大家 還需要再多思考這個議題 然後再來做決定 對不對 大家好 我是李敬儀 我是來台中面試業 都在那邊工作 我七個月前 剛成為台中人 對 那關於死刑的步驟 我總覺得不能廢 至少現階段還不能廢 對 那我考慮要怎麼處理他 怎麼處理誰 怎麼處理自己的 好 大家好 我是來台中 然後在台中 進居的那個 楊欣源 然後 目前我是其實費死 可是我覺得 你要從更多方向去瞭解他 這樣才可以跟別人更多考慮 對 對 各位大家好 我叫橘欣 對 因為今天我其實是帶著很沉重 親近來參與 這次的哲學可以進去 因為12月只要所有世界的人去 一句話講完 對 好 謝謝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林日 然後我是台中任 然後我目前聽到費死 然後我就想來再聽一下大家的小話 謝謝 大家好 我是郭彩清 你讀台中教育大學 台語先大語 生 然後 台語是 對 你怎麼要給台語改什麼 自我改什麼 重新一次 蛤 重新一次 好啊 你沒看我自頭到尾都用台語 你說 好啊 大家好 我叫貴財清 我是 台中教育大學 阿姓 現在 我 雖然 好 來 繼續沒關係 支持此行的議題 可是我還是想要聽聽 跟大家如何的小話 好啊 好 好 我是台中教育大學 大家 大家是 一年 五十年 然後 我是講中文嗎 哈哈 好啦 好啦 真的 我覺得此行的存在還是有什麼必要 而且你就從高中討論此行 大家完全覺得它存在是有意義的 對 所以還是想聽聽看出來的幾件 就這樣 那個後面如果麥克風的過程 可以自己自動過來好不好 打給 那個麥克風自己過來 假嘴先不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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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都會感受到大部分 對,我們在這裡都會有保守 我看到有這麼多的事 有台語的標準 台語的方法 不過,三至四是很少的來自 三人,我們在割定人 五、四、五 我們是社會的,我們都會感受到的 我們也會感受到的 我們都會感受到的氣質,感謝 大家好 我是廖婉婷 我以前也在台中念書 我其實也是想想的 合作農場的 創辦的 然後我今天是 其實我是站成實行的 可是我覺得不管這樣一題 都是可以從不同角度去瞭解跟思考 對 謝謝 我們請接著來 大家好 我叫施龍 我是剛熊仁 現在在台中廣東 那你對於事情看法 簡單戲劇嗎 現在還不是很確定自己的 好 很多人在台中 你們好 我是志倩 然後我也是那個 從教大畢業的 然後我今天會來是因為 之前有聽過蠻多方面的 對事情的討論 所以今天想聽那個攝影師 還是其他角度的討論條 很少從這種攝影 或者是影像的方式來看 好 謝謝老師 大家好 我是卡丘 我也是想要來看看那個畫面 就過來 看他什麼畫面 這個攝影師 我們沒有水晶畫面 我先動了 我不是追求這個 好 謝謝 好 然後我們後面還有一位 大家好 我是加油 那我也是這位的資工 那死訊對我來說 我覺得他不是一個正常正義的 一個評判的標準 可是他絕對會是一個國家統治者的 去承擲他不想要看見的人的權利 所以只是工具而已 大家好 我是一辰 然後我就自費 但是因為跟一些朋友在討論的時候啊 就是會變成留意正面 所以就會想說用一些故事來 跟大家討論 可能會比較感覺他是一個活生生的人 這樣子 所以今天用不同的印象來看不同的故事 好 還有誰的這招 好 還有誰的這招 來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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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叫梁瑪瑟 我是天洋客拜的我的志工 今天我來這裡 要去想 應該是這個 這個 這個長生對我一頓的故事 那我的 請進入 謝謝 謝謝 所以其實我們大家 好 好 佳蓁妳要怎麼 對 忘記 大家好 我是吳佳蓁 然後我是 目前是 副主持行推動聯盟的工作人員 然後我會坐在那邊 那我們桌上有一些 出版品跟文宣 你們等一下有興趣的話可以拿 然後那個 非廣告的部分 等一下 終於會介紹 好 謝謝佳蓁 還有一位新朋友來 小草 要結束的那個消場 民主消場 大家好 哈囉 因為我很喜歡想想 然後我對Face的議題又很有興趣 但是 我自己又找不到一個完整的論述 所以今天想要去聽 去看是怎麼講的 謝謝 好 那我們今天大概 大家自我介紹到一段落 那稍微講一下 剛剛佳蓁有提到說 其實我們在前 上個禮拜 有發表這個 我們有亞洲反死型網路 那我們發表了一個 亞洲的這個不公平審判報告 那 如果你有需要的話 因為分數不多 如果你有需要 想要看一下這段報告 可以跟佳蓁來搜尋 然後另外呢 我們有簡單的 這個是文蔚他的書 叫做 玉竹不花會死 然後待會如果 你想要購買這本書的話 也可以找佳蓁 是250元 現在是工商服務時間 好啦 繼續來 那我們今天 這個數量也很有限 大概有 呃 這邊有 我這邊有六枚 然後佳蓁那邊還有五枚 這個 可以貼在這個 這個什麼 貼在冰箱或什麼的磁裂 可是他其實功能是開 開平器 那這個是我們今天 鬼島生與死的這個專屬紀念品 一個一百塊 那大家有需要的話 也可以跟佳蓁來拿 或者直接找我們 哲武的這種 找那個余辰 來舉手一下 可以找余辰 找他 舉手 然後 呃 可以把錢就丟緊來 那其實我們哲武 是一個非營利的一個 呃 公共論壇 那其實我們平常就是靠著大家 彼此的 捐書 那就是來維持說我們這個 呃 哲學星期有運作 所以你如果說沒有要買東西 當然 你還是可以投 投一些零錢進來 呃 我們這個 這個捐款箱 總比總比 對啊 阿強怎麼會有空啊 阿強 我們現在自我介紹 愛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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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來來 怎麼愛這十六千年 一個人只能十秒鐘 說你是誰 對啊 好啊 阿強 來 阿強 你 我是誰 介紹一下 我是屬自從 今天是 專程床 開肚子 對 來 來 停一下透視 這樣 那 其實 就是阿強的話 許志強如果有人不知道 可能有些人沒聽過 有些人不認識他 可是也有一部分可能認識他 那可是待會呢 我想Toshi他會從他的一些演講裡面 大概就會介紹到許志強 許志強的案子 這樣大家也可以去了解說 那為什麼今天阿強特地要來這個場子 我想說 先我們自我介紹 大家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那是不是緊接著 我想 因為 不好意思 另外打個插謊 因為今天本來要預定主持這個林書雅教授 他剛好因為臨時有事情 然後趕不過來 所以就是由我來代替他來主持 所以要跟大家先致個歉 那待會我想說 我們就是也不要浪費時間啦 那我們 大家很期待說 今天我們為什麼 平常講廢除死刑這個議題 都是一些法律人來講啊 都是一些像我們這種社運的人來講 可是為什麼今天我們要邀請到不同的人 他是攝影師 導演這樣的人 或作家這樣的人來談 我想 由他們來講是最清楚的 那所以是不是 我們想直接先歡迎這個 Toshi Kazama 要先來直接直接來談 然後待會 Toshi 他會用英文 所以 今天我們也是我們想想的老闆 張瑞雪 他會擔任我們的這個 逐步的口譯 然後來協助大家 那我們稍等一下 那還有沒有什麼人 沒有自我介紹到 有嗎 有啊 有一個新來 來來來來來 你來 來來來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說一下你是誰啊 然後 這個 你在做什麼啊 你對於死刑的看法 一句話把它講完 那十秒鐘很快 這邊 有來過哲午嗎 有啊 有啊 誒 大家好 我是沛如 我現在 在法院工作 對啊 那就是 在法院工作 對對對 啊 就是 呃 我是陸氏的 對 就是 負責傳票送來 就是之類的事情 對對對 那 呃 我覺得此行是一個還蠻複雜的問題欸 對啊 我覺得我沒辦法發表我的意見 對啊 那 就在逐步形成我自己的想法 好 謝謝 好 其實此行真的是非常複雜的一個議題 那 其實我們在討論此行這個議題 其實它的面向真的能管 我其實在上個禮拜 我也在宗教大神的聖閥裡面 呃 剛好有跟他們一個簡單的分享 那我自己是從我們從這個叫 呃 犯罪學的觀點 在看這件事情 那因為 呃 譬如說 比如說你問我 因為剛剛有人講說 呃 他 他還沒有形成的想法 或我 呃 不知道要怎麼談 其實我覺得 我們開始談這件事情 是一個很重要的開端 如果說你覺得死刑是一個很有爭議性的 那就要開始來談這個爭議 而不是說遇到這個爭議我們不要去談 那比如說包含其實在面對死刑議題的時候 我們 其實要思考的面向真的很多 包含說 人為什麼會犯罪啊 哦 犯罪是怎麼形成的 那 這個 形成的這些犯罪 到底我們社會 我們的司法又是怎麼樣來 做一些判斷 不管是從偵查到審判 那 包含說更 後面的一些面向就是 比如說 呃 監獄 監獄 我們的監獄到底是怎麼去 呃 所謂達到教化的功能 有沒有可能 哦 因為為什麼 因為常常判死刑的人 都被法官說 這個是這種 罪無可涉 或人神共憤 或常常這種 判決書裡面講一些很抽象的用語 可是 這些東西到底誰來決定人神共憤 誰該死 好 那 進到了監獄裡面 我們實際上 台灣的監獄又是什麼樣的情況 那待會其實 大概我們都會有稍微談 比如說台灣監獄的問題 好 然後包含更重要 很多人在討論死刑 就直接 講到什麼 被害人的保護 其實我都覺得說 討論死刑為什麼一定要討論 好像說 非得要把被害人的保護 就跟死刑連接在一起 你如果要談FACE 你要先談被害人的保護 不然不能不FACE 那可是有一個 有一個邏輯上的謬誤 就是說 那難道 我們不談FACE 所以就可以不做被害人的保護嗎 也就是說 不管有沒有死刑 你都要做被害人的保護嘛 對不對 這個大家可以同意 所以 其實有一些謬誤 我們要先嘗試去釐清 好 那 尤其像面對死刑這個議題的時候 你才要辦法更深入 謝謝 謝謝 謝謝